皇家帝國有非常多的海鮮跟螃蟹可以吃 看我手上這個滿滿的紅盤的一盤 我也要給你們看這個小卷 好誇張喔 超好吃 它的水果是嫩加入口雞花 然後油箱整個這樣抿下來 好香喔 我是一直的舊鬼哥 哈囉我是Vivi 我今天來到了皇家帝國 火鍋營養吃到飽 這次想吃到來是因為有觀眾說 他們想要看我吃螃蟹吃到飽 我就想說這些皇家帝國有非常多的海鮮跟螃蟹可以吃 那可以趁今天來吃一下 好那在影片看來之前呢 記得先幫我按訂閱還有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我最新影片的通知 那也要記得去按讚我們的FB 還有追蹤我們的IG 那我們就趕快繼續吧 GO 那我現在已經入座了 我們趕快去看一下它的自助爸有什麼東西吧 好破鍋集蛋馬上來看它的自助爸 它這邊有牛筋 牛肚 豬肚 大腸 又特別的是這個蝦仁捲 還有紅燒拍骨 跟土拖魚 章魚燒 哇這邊有牛舌吃到飽耶 好雞腿肉 培根豬 和小羊肩 跟和牛雙醬 和牛雪花 還有安格斯牛 它這邊有鮮魚切片 還有鮭魚 小龍蝦 和深海紅蝦 還有白蝦 它的白蝦也太肥了吧 然後這裡還有粗棒炒蝦 跟醃汁蝦 醃汁蝦看起來太好吃了吧 這邊還有鯛魚片 哇它這邊的淡菜好大喔 紐西蘭淡菜 小花枝 就是 柯花卷 終於到了螃蟹了 有三點蟹 這個應該是蓄蟹吧 還有貝殼生蠔 這個非常的搶手 很大顆 看九孔鮑魚 然後還有八爪章魚 魷魚 跟凡利貝 然後這邊有餡撈小卷 好再來它這邊有雞婆 豬腰 豬心 還有豬肝 哇它這個竟然還有豬腦 很可愛 那蔬菜類也是非常非常的多種 蔬菜真的是好多種喔 然後這裡呢也有非常豐富的菇類喔 還有手打花枝漿跟蝦仁漿蝦仁超大顆的耶 那火鍋料的話呢也非常非常的多 這次的影片呢是NIALSmart贊助的謝謝乾爹 那我們就趕快先跟大家分享這個酷東西 GO 這次要和大家分享的是NIALSmart Urban 選口後背包 雖然是功能型背包 但整個外觀超油脂感 它的背部有做凹槽設計 加上加厚的背帶 戶外流汗不滿熱 背起來也很舒服 包體呢使用防潑水面料 突然下起小雨也不怕 右邊側帶還有防煤透氣孔 濕掉的雨傘直接放進去也OK喔 捲口設計 你可以自己調節容量 科技感應磁口一吸就牢 橫拉層的打開 方便又防盜 還有這個防震電腦層 裡面有厚厚的絨布 單獨一個夾層拿取非常方便 包包背部還有一個隱藏式防盜口袋 貴重的東西我都放這裡 這條是行李箱固定袋 出差旅行不用背著太爽啦 那用Smart捲口後背包 我覺得非常適合給日常的通勤 戶外旅行或者是學生也非常的推薦 那如果你有喜歡的話呢 只要出入我們的專屬折扣碼CP20 就可以享有八折的優惠喔 那所有的購買連結呢 我都會放在底下資訊欄 記得要去看 耶 大家已經看到它的蜘蛛吧對不對 超級多種東西 而且我跟你講 這絕對是我開頻道以來 拍的這類的蜘蛛吧 因為它每個盤子都很小 然後都鋪滿冰塊 所以其實放食材沒有多少你知道嗎 然後再加上大家來都是主攻它比較貴價的海鮮 所以大家就毫不留情把它全部都掃光 好 那我們先講一下這間皇家帝國它的收費方式 它的話呢 平日一個人是850 那假日的話一個人是950 都是要加一成服務費的 那如果你是要一個人來吃可以 但是單人的話要收開鍋費100塊喔 那另外就是它的用餐時間的話呢 是2小時120分鐘 這邊也有壽星優惠 壽星優惠就是如果你兩人同行的話呢 它就會送你兩隻龍蝦 然後如果你是四人六人甚至更多的話 它會再另外變成螃蟹啊大龍蝦之類的東西 大家可以先打電話過來問問看 好 那我們就開始吃吧 然後我就選兩種口味 一個的話是它的招牌麻辣 一個的話是它的蒙古的養生鍋 我們先從養生鍋開始喝好了 這些料看起來超道地的耶 它的味道是蒙古鍋裡面比較偏重的那種 然後它的奶香比較低一點點 但是它裡面那個藥材味道非常非常濃郁 好處是可以解膩 但是壞處是如果你本身比較怕藥材味 這個可能你不行 好 接下來我們來喝喝看看麻辣 喔 它裡面有很多的你看 豆腐 還有鴨血 但我今天真的不知道我吃不吃得完這兩個 所以我沒關係我們先喝一下它的湯底就好 它比較海濕一點點沒有那麼多的藥材味 兩個湯底我就覺得還蠻好喝的 不過我今天點這兩個湯底 我就覺得偏蠻重口味 不確定跟等一下的海鮮搭不搭 但沒關係就試試看 好 準備要來開吃啦 你看我說手上這個滿滿的豐盤的一盤 這個豐富的海鮮 等一下我們就是先把這些海鮮們全部丟到鍋裡面煮 在煮的過程中我們先來涮肉片來吃 你們看肉片我也是拿了非常的多 第一個我想要來涮一下牛舌 你們看它這邊是有牛舌的好讚 大家來的皇家帝國應該都是主要為了海鮮而來的 但我想說還是會有人真的想要吃肉的 然後它這邊肉品上其實也蠻多的 就大家也開給大家看 好脆喔 而且它是有個牛舌的香味的 而且我覺得它這邊牛舌表現超全 大家本來想說它會不會只是來當泡灰來這樣展示下來 有沒有啊超好吃 好下一個我們來吃豬的腰子 給下下去好了 還有基佛跟豬心我們也加下去 接下來我們來涮那個羊肩 我覺得它的羊肉看起來很不組合 所以我現在非常的期待 好甜 它的羊肩超甜 沒有那個組合肉我很討厭那種塑膽味 有喔它肉類沒在跟你開玩笑 試試看別的 再來下它的和牛 其實我蠻純意的 我算成了非常漂亮的粉紅色 來試試看 好嫩 牛香味有一點點不足 但是它真的嫩到 讓我覺得我可以相信它是和牛 真的真的非常的嫩喔 和牛雪花下好了 超好吃 這個我覺得比剛剛的酸漿還好吃 它的雪花是嫩加入口即化 然後它在中間那個雪花片 然後油香整個這樣拧下來 好香喔 就算你是在這邊裝飾海鮮的 喝牛跟牛舌 一定要吃起來拜託 好 剛剛的東西也全部都煮完囉 一個一個來吃 吃吃看豬心 QQ的 然後就完全沒有任何內造的那種腥臭味 拿那個麻辣鍋 奶蒜其實蠻香的 而且它是辣度沒有到很辣 可是呢香味非常非常的重 所以我蠻推薦麻辣鍋的 再來吃一下 腰子 在這邊腰子吃到飽我超開心的耶 只要它的味道是好的 真的就完美了 等一下第二口來沾一下這個醬 這是它的乾疊粉 它說是麻辣鍋可以配的 好 先吃一口原味 好吃 非常新鮮 但是我覺得腰子要足久一點 因為腰子足久一點之後 它裡面那個心才會透 才會更好吃這樣子 所以大家可能不要像我那麼快把它撈起來 好 我們加一點點乾疊粉 有點中藥材有點香香味道 我覺得這是大家普遍會喜歡的也可以試一下 我跟你們說它裡面肌腹都超大的 這個是最小顆的囉 它的肌腹也很乾淨好吃 你們看那個結帶嗎 還有它搖起來的感覺 會讓我覺得它是真肌腹 但是它是冷凍的這樣 這個蠻好有好感的喔 因為之前有吃到的肌腹吃到飽 全部都是假肌腹 不是真肌腹 再來算這個是安格斯牛 安格斯牛算好了 來吃吃看 安格斯牛也很好吃 但是它跟剛吃到那些和牛是不同的 它稍微再有一點肉感 但是呢 它的牛香味非常重 所以如果你是喜歡牛香味的可以選安格斯牛 來吃一下牛小排 牛小排跟和牛很像 但它比和牛還要多了一個香氣 很推 耶 接下來就是海鮮的部分了 我剛剛煮完整個超激動 為什麼激動 給你們看 大家看看我現在煮好的海鮮們 這個小卷超貴 啊 看起來好讚 帶殼扇貝 好甜 超貝 完全沒沙子 這個真的好吃 很推薦 再來是蛤蜊 蛤蜊它看起來也有點小沙子 我有點害怕 蛤蜊沙子都沒有塗乾淨 蛤蜊不推 再來是九孔豹 是好吃的 但是它裡面那個腥味有點重 我覺得怕腥味的人這個可能不行 再來是蓋殼生蠔 這個也是剛剛超級多人家 超級甜 沒有任何的沙子 但是它對我來說還是會有一點點我怕的蚵仔味 但是如果你是平常很愛吃生蠔的人 這個你一定會愛吃 它超甜超滑順的 這可以幫我拿 再來是蛋菜 它這裡的蛋菜看起來很好吃 非常新鮮 而且它的蛋菜有一個鹹香味 海鮮的鹹味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我剛剛給你們看這個小卷 它真的很胖耶 好誇張喔 超好吃 肉超厚超脆 超好吃 肉吃的會超飽耶 接下來我們來開播這四種蝦子 這個是小龍蝦喔 超酷的耶 我第一次看到耶 其實它的樣子會讓我有點害怕 我覺得它長得很像 它到處都能活喔 在水溝裡 好我們還是不要說好了 吃吃看這個小龍蝦 剝完之後剩超小一塊 很甜耶 它口感有點像天使紅蝦 但是它的味道是龍蝦味喔 再來是這個天使紅蝦 超級大隻 吃成這樣好好吃 很軟綿 又很乾淨沒有其他加吃的味道 很讚很推 再來是這個醃汁蝦 看煮完就變這麼小 然後很紅 吃一款醃汁蝦 不難吃 但味道有點微妙 它只有剛剛喝到的湯底的味道 這個是大紅蝦 像天使紅蝦的不嫩版 這個的話會再比較纖維一點點 然後味道是一模一樣的 大家終於觀眾敲完我的 螃蟹 吃它的三點蟹 我跟你們說我超不會吃螃蟹 然後我還為了拍這個 網路上查怎麼吃螃蟹 然後再把它折一半 一半的螃蟹剝好啦 再瓦車裡面的蟹肉 它的蟹肉很新鮮 很甜 然後這個的話它是比較像泥狀綿綿的 蟹腳好蹭多了 它蟹腳非常的軟 可以了我覺得螃蟹還蠻新鮮 來這邊可以吃螃蟹 好我們先來吃 豆腐 喔很辣 喔是它的舌頭那種辣 就是只有辣跟香氣 但它的香氣不會很偏重要的那種 平常我吃到的麻辣鍋的豆腐都蠻重要的 這個不會 再來吃一下它的 哎呀好燙喔 切啊 哇好燙喔 我現在實在是把碗拿起來了 而且很好吃 而且很甜 可以耶我覺得今天點這個 招牌麻辣鍋有點對喔 大家來的話可以點這個 現在來看水果 喔它這邊還有五指黑葡萄好讚 哇這邊有已經蠻點剝好皮的葡萄柚 還有火龍果 這邊的柳林也剝好皮囉 哇這飲料超級多的耶 你看有很多平常看不太大的河道寶啤酒 還有一的啤酒 太讚了 它這裡很像一個小小的雜貨店的感覺 它這裡的話呢有咖啡機 那如果你是想要泡熱茶的話 這裡也有喔 再來是甜點 這邊有千層蛋糕 還有提拉米酥 起司蛋糕 下面也有各種不同口味的蛋糕 那下面也有一些果凍 還有這個馬卡龍 這個等一下甜點時間一定會被掃光 冰淇淋還有礦士奇 可以吃到的喔 陳列的超漂亮 還有一些妹姬啊 跟其他白色的冰淇淋 然後再來是 還有它跟大舌的冰淇淋 總共有八種口味喔 然後肉盤底的冰淇淋也有 總共有四種口味 我拿了一堆一堆的水果唷 超多的 好一個一個來吃 我想先吃一下它這個 黑的葡萄 好甜喔 那會賣的一定很貴嘛 它水果其實都還蠻新鮮的 感覺到它的誠意喔 再來是這個 橘桃皮的柳丁 欸馬上就可以吃了 完全不用沾手 這畢竟白香果的等級 但是感覺維湯蜜蜥和很多 所以我還是會乖乖吃完了 再來是奇異果 我剛剛誤會了它不是黃金奇異果 它是一般綠色的奇異果 奇異果超甜 完全解了我剛剛柳丁的苦 吃完了 這次吃完皇家帝國 我給它的星星樹是 四顆星 我覺得它的肉品跟海鮮食材 都一級棒 比較小缺點的是 我覺得它裡面的那個動線啊 比較不好 然後桌子就是會貼的比較近 然後它走到中間 走的位置也很小 在中午尖峰時期來的時候 就是要一直 欸不好意思 見過一下 然後然後一直不好意思 這樣一直搖擺 所以大家來的話 如果是尖峰時期 吃了感受可能會比較不好一點 那其他方面 不管是它的冰淇淋 水果 蔬菜 食材 我都覺得超級棒 一間店雖然小小的 但是武藏俱全的感覺 有比較了解 為什麼大家會那麼推這間店 好 那喜歡我的影片呢 記得幫我按讚分享 如果想知道更多優惠訊息 都可以去搜尋CPOKEYDOW 那我們今天就這樣啦 掰掰 我們先來吃吃看這個脆口的 喔大家 最近好像有人對我會 翹小子這件事 抱有很大的不喜歡 所以我會努力搜起來 如果我翹你再跟我說 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他真的就是一種習慣 可以做什麼 但是我試過 很快 他剛才不是在那一點 特朗子 是真的,有很多改變